第四季节目 叶琳 叶琳 雨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看你的人呢 你在这儿太危险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回去 雨昂 你听我说 我好不容易把夜尾支开 我知道 爷爷今天找了医生来 我想知道结果究竟如何 我不想一辈子 都以为自己还有希望 其实只是活在 别人的谎言里面 这样对我太残忍了 可是你 雨昂 人生是我自己的 是好是坏 我有权利指导 麻烦你 待会儿过去好不好 好 我带你过去 院长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说了一大堆的专用名词 可是我们都听不懂啊 是啊 到底能不能好 总给我一句话 我们都坐在这里 快一个小时了 是啊 叶小姐的眼睛 不太好医治 专家说 是 专家说情况不乐观 复明的可能性不高 院长 请你告诉专家 只要有机会 我们都愿意试一试 但是请专家 务必给我们找到这个机会 好 好 嗯 专家 成功的机会比较小 叶岭小姐的脑部情形 恐怕不是一开刀 会有危险的 不要紧紧 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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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个月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少年还病着 妈妈需要我 可是我却看不见了 不得只为他们的支柱 还是只为他们的孤单 为什么办 为什么办 不是 不是 你 护士小姐 请问一下 这个病房的病人 去哪里了 不知道 我知道这层楼 有一个阳台 如果你还不想回房间 我可以带你 到外面去坐一坐 还是回去吧 现在已经疾风了 燕铃 你回来了呢 玉瑶 扶我回房 我不想见到贺伯 少回房 她现在需要暖静一下 不好意思 燕铃 你快点 燕铃 燕铃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会突然 不想见我呢 玉瑶 你告诉贺伯 我不想见到他 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 你不想见到他 燕铃 抱歉 夏医师 夏 夏医师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晏灵突然不肯见我 我不是她本人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给老师告诉我 没关系 是不是她家人跟她说了什么 然她对我有所误解 张鹤凡 你是这么猜想叶灵的心思的吗 你未免太不了解她了吧 如果她有怪你的意思 就不会到了今天才不见你 难道你看不出来她很自卑吗 因为她觉得她配不上你 所以故意说了要把你赶走 我不懂 她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刚口杨董事长 特地从国外请来了 权美医师说了 叶里的眼睛不可能复明 目前合作案 因为叶小姐受伤的关系 整个搁置了 安中那边就算打电话过去 也无人回复 目前我们所有的资金 都投进去整间精品街了 如果他们不肯签约进驻 那别的厂商就会观望 不行 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爸 去看叶小姐了 她现在怎么样 不好啊 叶琳的眼睛 确定是你啊 因为要是什么事 你都没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妈妈的事 我们能复杂问 都没有人回事 所以我再次负责了 我妈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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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妈的事 我妈妈妈的事 感谢观看